這個606的題目怎麼畫 首先的話各位可以看一下 它這地方等於其實一題也是包含好幾個複雜的部分 首先光這個部分 右邊的這個部分其實就很花很花時間 那當然如果說你要畫這個圖的話 你會發現它這個地方半徑不告訴你 有沒有 R R 的話你不知道半徑那你怎麼畫 連開始都沒有辦法 所以你必須假設說你要畫 你還不能從上面或下面畫 要不你就是從右要不就從左 兩個二選一 為什麼畫完之後的話呢 才有辦法畫上下的這個這個弧 這跟下面的弧 那看起來的話實際上呢 你畫這邊它沒有辦法切到這個這兩個弧 所以你要能夠得到上下的話 還非得一定要從這邊開始 這個一定要先第一個做出來 為什麼做出來之後呢 你才有辦法跟上面切 有沒有切完之後你可以淨色出來其他的部分 所以第一個部分要先把這個完成 完成之後的話呢 上下才有辦法做出來 上下做出來之後呢 才可以再畫 左邊的 所以這一題 還蠻有一點難度 那首先的話呢 其實你光看一題 這一題我們 直接看這個 光看這個你就就會發現 這個地方呢 還蠻不好畫的 那首先呢 有幾個要領 我們先把它標註出來 幾個部分呢 第一個就是說裡面會有幾個圓呢 其實你可以從外面畫進去 第一個 我習慣是通通把它變成半徑 不然又有直徑又有半徑 很多東西畫錯 第一個的話呢 由外面到裡面的話 分別有50 50之後的話呢 還會有個72 就是36嘛對不對 再往裡面的話呢 還有個52 12就是26 再往裡面的話呢 還有一個是10嘛 所以總共 這裡我們需要 先畫幾個呢 先畫四個圓 四個圓出來 四個圓出來之後的話 接下來 我們再把這個地方 特別注意就是說 這邊有 這個地方有沒有 有兩條線有沒有 那這裡的話 總共有幾個呢 一 二 三 四 六個 那這裡的話 其實這一題 有個地方 特別注意就是說呢 它的這個 先要從哪個地方呢 先要從這邊的兩條線 開始畫起 那特別注意這兩條線 我看了一下 就是說它的這個角度有沒有 這個角度應該是幾度呢 其實這裡面 沒有標註的很清楚 這個角度 我看了很多參考資料 我看了很多參考資料 我看了很多參考資料